我覺得蛇羹 第一尾的蛇羹 比起外面 就算是外面我走過 我不是怎樣吃 我都見到 一出來正所謂什麼稀喱喱 又或者不是那麼多蛇肉 但是去那裡吃 淡淡 畢竟都是蛇肉多過水的 正所謂要畢竟的話 沒有蛇肉也很難 所以很豐富 我賣的那個燉湯也很棒 雖然才不多 但是都喝完之後 真是個身輕輕的 不是假的 不過其實我最過癮 就是最後嘉玲姐介紹的那些塵皮 那些塵皮也是很特別 吃完之後可以止咳的話 都不錯 我也覺得可以推介給大家 如果咳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下這隻塵皮 吃完之後很潤喉 虎的小虎都是回甘的 它不是叫虎劫 是回甘的 我外面就很少試過 因為外面有唐禎 那裡是沒有完美的話 是不錯 反正是推介的 最後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講一些簡短的 整體的活動和什麼感受 這個活動都算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除了吃不講的話 正如之前說 那個嘉玲姐所講解的蛇的知識 不是一般叫做行貨式 不是一般叫做書本上或者你在維基找到的東西 是叫做親身經歷 哇 你有沒有試過被蛇咬我真的沒試過 想都不敢想 比毒蛇咬更加想象 難以想象 那個經歷的話 是不會有機會可以 以北密所難人仲 是要親身第一身才能說得到的 這個是很正的 但是真是說 很有這個切身的一個感受 當時什麼情況 自己什麼東西 這些就是少有的一些人的經驗 知識可以增進了自己的眼界 那吃東西方面的話 是真是很超值 你給200元 可以吃到這個 簡直是每人要500元一餐的蛇咽 這樣 樣樣都豐富 全部都是真材實料 也都不是說落鹽落味精 就是加重味道是原味的 真是少東西 不少東西 不是簡單 希望有機會下次再參加